最好玩的是你在挑戰業主的邊緣 我們不喜歡做複製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每個案子都是用它自己的個性 符合業主的個性 因為國際時間要拼圖一樣 一塊扣的一塊扣的一塊 一定要一起吃到才能拼出一塊完整個邊緣 我覺得還蠻複製的 我覺得我決定你的方向決定你的做法 不管是好或不好 就算不好我也要看到不好 我才會一直改變 我是個很執著的人 對 就是我很多事情 我很要求精準 手法對線對齊等等的 就是現場如果差一公分沒對到 那個我就自己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要說怪物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蠻多變的 然後不規則型的 公本也這樣 只是他在追求一個劍道的一個真理 我想追求一個設計的真理 我覺得我有點像那個一選操人這樣 就認真起來的時候 就是很強一選操的怪都打得去 可是平常的時候在家裡就是 沒有空氣性 無奧本的人這樣 把同一件事重複的做做做 然後做到完美 然後從裡面找到更多的層次 對自己提出疑問 就是在習慣的事當中 去找出還有可以更好的人的機會這樣 有請專業的團隊幫我們拍了一些 算是有點紀錄 半紀錄片的感覺 講述一下我們的作品 或是講述一下我們的理念 希望藉由這個基礎上 也許出一些作品集之類的